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风雷学院线上直播第12堂课 在我旁边就是我们3D的男霸天童瑞良阿良先生 我等一下会再做详细的介绍 不过呢,我首先在开始之前 我要请第一次参加我们直播的观众 如果你是用电脑收看的话 你会看到两个画面 一个是镜头照片画面 然后一个是我们分享我们解报的画面 那你用电脑看的话就是可以上下去滑动你想要的画面的大小 那如果你是用手机看的话呢 就是可以左右滑动去选择你想要的画面 那在直播的过程中呢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在表板上面输入 我们都会在这边看到最后再做同意的回复 那也不用耐心就是这些问题都是匿名的 所以不用耐心隐私性的问题 好,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讲者 是在三一练义界顶顶大名的人物 我们的三一练义男霸天洪瑞良阿良先生 那他是雷神工作室的创办人 那阿良他非常厉害 他一开始凭着对手作的热忱 一头栽入了三一练义 然后完成许多非常厉害的作品 在2017年的时候呢 更把贴图垃圾歌实体化 然后映了红片的各大网路的媒体 那我们现在就事故于此 请阿良帮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阿良 大家做个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本身是从从小就是读美术相关的科系 就是国中高中然后大学都是美术版 然后美术系这样子 所以就对那个就是美术就是有特别的 就爱好这样子 然后毕业之后就 反而是对就是打电动 就是玩玩具就非常非常有兴趣 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没什么3D电影 所以那时候就先加入了那个就是 就是Sony的预程中心 然后再做一些游戏的开发 就觉得做PS3好像游戏很好玩 所以就去做了游戏开发这样子 然后后来发现说 好像做游戏跟动画好像就做完了 然后好像也不知道要卖给谁 然后赚不到钱 然后就想说 然后后来就其实在秋学当中就有了解到 有3D电影这种东西 然后就想说 怎么没有人把3D电影这种东西 然后跟这种艺术相关做结合 所以就在那种机缘之下就尝试着就是把 就是把艺术然后跟3D电影机 然后做一个就是桥接这样子 然后所以才开启了这段就是就是 就是创作的归路 或者说开公司的这个归路 但是跟原本预期也是完全不一样 然后那时候也有其实有去参加什么 像什么台北电玩展 然后等等其实都是还蛮有趣的 经验这样子的 然后后来就觉得说 就是跟两个大学同学就想说 来成立一间公司好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雷神艺术工作室 然后那时候当时也还没有中文的翻译 所以他就叫 然后就超难念的 然后第一年生意超差的 所以就两个同学就走了 然后就生我一个人 然后就发展到现在 那我们主要当然是从事一些跟艺术相关的一些创作 跟就是商业的代工 大概是介绍大概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可以请阿良 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雷神艺术工作室 像是为什么会叫Percuna Studio 就是为什么会取雷神这个名字 然后还有就是雷神艺术工作室的发展历程 我们想的工作内容大概有哪些 好那其实他其实原本也不是叫做雷神 就是他原本就是我们两个同学 就我们总共三个同学 然后就想说我们要取一个看起来很帅的名字 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可能跟神话故事相关 所以我们就上网搜寻一些 一些神 然后跟艺术美术可能有相关的一些神 然后就找到三个 那其中就是最后决定这个的原因是因为 它上面就是高低大小看起来比较漂亮 对可是那时候也不 其实这个我们也不太会念 因为它是立陶网文 对我们也不太会念这个东西 对那可是反而我们就用了这个名字 可是后来就沿用很久之后 然后有一天就想说要把这个 就是把这个网站或者是把Facebook再推广出去 然后就请了一个行销 不是请的就是我一个朋友 他就帮忙说我想要帮我推广出去 所以他就说我们需要让人家一目瞭然 知道你到底在干嘛 不然这个太能念 所以他就 隔天我顺行的时候 我粉丝团就没有改成培神医术工作室 所以因为他的直接翻译就是 他是立陶网文化里面的一个美神 但是他又同时掌管就是公益美术 对所以他就沿用到这样 所以就是大概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的就是 就是我们的发展的话就是刚刚有提到 其实很早就是2011年的时候就 大学三位同学已经成立 然后成立之后呢 其实我们在做动画 那动画就刚讲就是做完了 根本就是不知道卖给谁 然后再就是除非就是帮人家做代工 那我们那时候刚出来的学生 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大的能力去接到多大案子 所以就三个人 然后每个月就赚个五六万块 三个人分这样子 所以就 想当然二个人一下就结散了 然后那之前因为在学校有接触到3D列印机 所以就对3D列印机 非常的兴趣 所以就是等一下可以再叙述那些过程 但是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就决定说 我想要有一台比较堪用的设备 所以就就是就借了钱 然后去买了一个MGM的那种 噴墨的3D列印机导入 对那当时候其实不是要干嘛用 其实是想要做作品用的 就纯粹就真的是为了做作品 然后就买了以后发现说 这材料的费用实在太贵了 然后贵到就是我不得不赚一点钱 不然我完全没办法 没办法就是再买下一批的材料这样子 对所以就开始做起来代工这些事情 对然后后来就发现说 其实因为刚刚讲就是因为材料费很贵 然后所以你给客户报价出去 客户会觉得说 诶怎么一个小小东西 在2014年的时候 你可能报一个小小的 一个列印一个小小的东西 他可能就好几千块 然后客户都没办法接收 我记得就是有一个客人就说 他要列一个战斗托 我就跟他说这个战斗托要6000 他完全没有办法接收 一颗战斗托要留钱 对那我就跟他说 因为这叫打烊 你需要量产的东西 这个东西价钱才会降下来 那虽然这个机器很厉害 可是所有的客户都遇到一样来高 所以就觉得说那我是不是要发展一下 就是如何让这个成本降低下来 所以就去研究关于模具这些东西 所以就开始的像模具的领域的跨路 然后还有什么样上车后置等等 然后所以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 就是我对这些东西都很了解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我可以来推广一下这个 推广一下帮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东西的背景 所以我就成立了一个社团叫高雄造物城 然后我就假日的时候用自己的时间 然后开一些免费的课程 然后教大家一些数位加工的设备 就完全就免费了 然后我同时又觉得台湾真的蛮奇怪 就是做工业的就觉得他就是工业 他就是不想要漂亮 然后做美术的就完全不想理工业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是蛮奇怪的 因为像我自己是 我没有办法接收一个东西很厉害的 一个设备很好用 但他长得很丑 我真的完全没办法接收 所以我就觉得也要教一下传统美术的教育 所以我就一样就是假日的时候 就开一些什么素描水彩课 然后让大家来上课 就完全免费了 然后大概就是一样就是 2015年的时候 就是有接到一个案子 那时候公司缺钱 然后就缺钱 然后所以就要赚钱 所以就有一个人来问说 可不可以做很大支的那种FRP的公宅 然后因为缺钱我就跟他说可以 所以我就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以后 然后我报价 报价高的 然后他竟然 当时的那种 算高 不知道十几万 然后他竟然说可以接收这个价位 然后他可以接收我反而很紧张 说我根本就完全不会做 我也没错过 所以我就 我又买了一台 比较大台的FDM 在当时算很大台FDM 然后就把这个 这个公仔切了很多块 然后把他接起来 然后上午去学玻璃纤维 外面那种麦当劳叔叔都是玻璃纤维做 所以就去学玻璃纤维做 然后跟同事一起把这个案子完成 那完成之后就发现说 其实也不是发现的 就是当时就是用这种技术去完成一个很大的160公分的3D列印的东西 然后就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是 好像没有任何人有用这样的 在台湾还没有任何人用这样的功法做过这样的东西 所以也算是一个 就是一个 创举这样 对啊 就是一个创举这样子 对然后 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 我就发表了就是 之前有看过一些什么像 金属的 铸造的一些 可以动的 的艺术品这样子 那那个其实虽然是2016年发表 但是其实在差不多2011年就开始设计 然后从这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研究一些模具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就发表了一个 算是把3D列印结合非常非常多 然后集结合成的一个 数位制造的一个作品 那如果在当时来讲 如果以3D列印来讲 应该也算是一个比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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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前卫性的一个做法 然后17年的时候就 反正这些该数都做了 然后我对玩具很有兴趣 所以就 所以像他有提到就是像什么垃圾哥什么 那就是网络上看到一些贴图 然后就觉得蛮有趣的 然后就做了一个 做一个觉得效果还不错 然后就决定说那我就沿用这个方式再做2-3 所以后来就也用这个方式做2-3款一样的玩具 然后都没有花很短的时间 没有很长的时间就做完这样子 对 然后因为这些发展还不错 所以18年的时候就 就是 我我的MZONE大马制造特区那边 杨玉修就说 都做这些好玩的东西 可是都没有拿出去参展过 然后他就说那我不乱去国外参展看看 所以他就带我去旧景山那边参展 所以就从来做一些关于就是国外的就海外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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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 那那这个效果其实还还不错 但是没有直接得到什么反馈的订单 那19年的时候我们就 一样就是把这些东西带出去展览 然后刚好就被采访 就国外的很有名的频道采访 YouTube的频道采访 然后就得到了海外的投资 然後就決定說我們再把這些投資拿來成立一個精品的部門 所以就20年的時候就決定成立一個新的部門 然後專門做一些比較高單價的精品的設計 然後跟往一些比較高階的電影影視去發展 後面應該有一些普遍的跟大家分享 好,這是當時候的 我在窩在家裡研究這台MGM的噴墨機器 就這樣開始做得太夠了 然後剛那個柏拉鳥就是 因為我會Lag 這個柏拉鳥就是用FDM 第一個FDM然後加FRP做出來的作品 然後這個當時候也是還蠻有一個噱頭的 所以蠻有一個堪點 所以他現在還在芳山友誼 對對對,他現在還在那邊 就是大家經過,他已經變成一個 各位粉絲們可以去那邊拍照 他變成一個打卡的景點 然後下面這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我們去產展的作品 然後這個是,就從4000間作品中 然後他有頒發一些獎章 然後這裡有得到一些,就是國外的獎這樣子 然後下面這個原始 這個這件原始 就類似的做法 然後我們還有歐名 就是我們就被這個頻道採訪 就他當時採訪我其實也不知道他幹嘛 他問我說有沒有聽過 我也沒聽過 然後之後影片PO出來 有很多人來留言 就是跑到我們粉絲團來留言 然後發現他們粉絲團 有快五百萬的訂閱 然後這個就是第一個台灣的訂單 他就看到那種東西還蠻有趣的 他就覺得說那是不是可以把它做成一些紀念品 不要那麼複雜 那是可以做成一些紀念品 所以就是像這個 那這就是送到美國跟蘇州那邊去的訂單 然後這個是也是一樣 就是看到也是一個算是網友吧 現在已經變朋友了 他們也是做外銷的 他們叫一樓設計 然後他們就是做這種 比較有質感的一些 桌面上的一些小物這樣子 對 就是沒有人用不銹鋼鋸造 他就覺得說可以試試看 那就跟我們合作那樣子 好 聽完阿良的介紹 真的覺得他不僅是3101南八天 還是就是台灣之光 好 那接下來想請阿良幫我們介紹一下 雷城藝術工作室 他在數位製造導入的一個流程 像是就是導入之前有沒有一些傳統工法 那在導入之後對於這些工法又有什麼樣的影響 導入成癮導入後的差別像是怎麼樣 其實一開始是在大學 就大二的時候接觸到3D列印機 那不叫3D列印 叫RP快速成型 那第一台接觸叫Z printer 那現在這個機種應該沒什麼人在用了 因為他可能就比較跟實在需求有一點落差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石膏粉末裂印 然後可以代彩色紋 那是第一次接觸到 那時候接觸到就覺得說這個東西真的是 當時都覺得這個東西真的太有 然後打電話去問一台要200多萬 完全是學生存不起的價格這樣 然後隔了大概幾年吧 那我大四的時候大概隔兩年左右 就 因為我一直對這個很有興趣 在網路上一直搜尋 所以就看到說有第一台 我買家用型3D印表機叫Makeable CarPlay CS 就是我們圖片像左下角的那一台 然後炒機好像六萬塊 就花了六萬塊買了這個機器回來 那你有看到他這裡就是全部都是 都是電線外漏 然後他的機身本身只有雷切做什麼 然後那時候很高興就買那一台回來 然後練一出來就超級爛 爛到一個爆 然後噴頭就隨時都在塞一支 然後那時候覺得說怎麼花六萬塊 就六萬塊買一台垃圾這樣子 然後最後就放棄他 那放棄一樣之後就在Kickstarter上面看到 就是正好在擠一支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影片看起來超屌的 應該換一台這個 所以我就跟我弟就填了資料 跟我弟商量很久 兩個人一起想要買一台這個 填了很多資料 都填好了 然後最後按那個送出訂單的時候 結果他國家沒有台灣 就是不能賣給台灣 所以就放棄 放棄就想辦法 就是後來就找到朋友的朋友 然後再住在國外 然後想說請他先寄到美國 然後美國再寄過來台灣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 我就坐起了水握山 我就是也有進進來 但是不是自己用 他就拿來賣人 那時候就在賺錢 然後後來 因為那個機器同時在 處理這件事情的同時當中 我還是覺得需要再好的機器 所以就買了剛剛講的 就是MJM 坑波的機器 然後買進來 買進來之後 就像剛剛前面有提到說 其實都太貴了 就是耗材實在是太貴 然後客戶其實都沒有辦法接手 所以就覺得說 可能需要研究一些模具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周邊的客戶的需求 所以就拓展這樣的技術這樣子 然後再做這個 就像從剛剛 像MAKERBALL 然後到MTRAIN 這個時期的過渡期 其實還是有做一些事情 像這個就是MAKERBALL 印出來的類似就是像這樣 就是你可能每次印他都會 就是大錯位啊 然後頭很跑掉啊 你可能等了一二十個小時 然後出來就看到一坨洛杉 就很生氣 所以最後就放棄了 覺得還是捏黏土好 所以就買黏土來用手捏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自己用手去買黏土 他自己用手捏出來的第一個作品 然後捏出來以後就發現說 靠這個真的是 實在是 因為以前都覺得一隻公仔兩千塊 自己捏完以後覺得兩千塊真的太便宜了 你要兩百萬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 就是有那種心理上的那種落差這樣子 那 講說其實 傳統工法和樹的工法 其實我覺得 基本上應該是相輔相成 就是 其實不是說 數位就一定完全取代傳統 因為有一些 就像我們現在列印出來以後 它其實都還是需要經過什麼 後製啊 打磨啊 等等的 所以就是 這些東西它其實也沒有被取代掉 那你說 傳統雕刻似乎還是什麼 其實 如果你是傳統會 雕刻 會捏這些黏土的人 然後 你把它做成數位的時候 你只要導入這樣的設備 其實他們上手速度是比一般人快非常多的 就是他可能根本 就是他可能也不用去外面補習什麼 你只要告訴他指定是什麼 他可能搞個自己在那邊搞個一個禮拜 他就非常非常厲害 其實就是 我不會講說取代 我會講說傳統需要數位 就是傳統產業需要數位化 然後數位工法的人也需要傳統的一些技術來做一些輔助 我的看法大概是這樣 所以兩者其實是相互相撐 對 我認為短時間應該是這樣 再久以後我就不知道 如果說設備在進步 可能就會還是會有一些變化 但目前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嗯 了解 那阿賴你身為3D電影的資深的使用者 對於3D電影這個技術 他未來的趨勢發展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有一些 這邊有幾個看法 那我覺得這完全就是我自己的個人的推論 就是不代表任何立場 對 我把它看成 我把它看成那個 就三個 所以就是 就是 我把它稱作3D電影走路人間 走路人間的意思是說 就是以前 就像我講 隨便問一台設備 3D電影機 它就是幾百萬起跳的 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負擔的 然後所以 剛剛講的就是 就是 圖片下這個MakerBall咖啡CNC 它其實 它雖然是個垃圾 但是 它真的是一個革命性 我現在其實還蠻懷念它的 但是 它有一個革命性的意義在 就是 它把這種 超級高單價的東西 然後帶入到了 就是 六七萬塊這種 這種門檻內 然後讓一般人可以 看到這種東西 不然一般原本兩三百萬機器 你根本不可能再 隨便一個地方看到這種東西 所以我認為它是 就是3D電影走路人間的 第一個開始 然後再來下一個就是 就是創想的那個CR系列 它就是把3D電影走路反潛 就是 變成一般人都買得起 因為那個 它提出來的時候 一台不到一萬塊 你想想看 就是不到一萬塊的東西 其實 對一個 就是有在工作人來講 它根本不是 已經不是買不買得起的問題 就是 單純就是 我需不需要這個東西 然後我有沒有用到 那如果有用到 我就買得起 對吧 那它後來再 不用講它後來的 出來的什麼 像Ander 等等 它不是在工商 雖然我有買 但是我沒有在工商 但是它的價錢 真的是很誇張的離譜 就是 這樣它怎麼有辦法用這麼便宜的東西 然後造出這個PCP 這麼高的東西 所以我認為它就是 3D電影走路反潛的一個開始 那 我們再從 就是 那是前一兩年 就是有這樣的東西出現 那 到今年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就是 FDM跟光固化 有一個 開始有一個交叉點 就以前 光固化耗材 就超級貴 就像我講 我那時候買一公斤快要兩萬 然後它的 使用率也不是100% 就是可能只有到70% 那 現在就是那種光固化耗材的價錢 然後跟社會的價錢 其實已經跟FDM開始有點重疊了 所以就會變成說 就是一個 兩種不一樣技術的交錯點 所以這是 目前這幾年 可能這10年吧 我大概也快50年了 所以這10年的趨勢這樣子 那 可能還有另外兩個方向 因為 設備畢竟有非常高 還是 非常高單價的設備 還是存在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往下發展 那高單價的設備 其實 它就開始可以向下發展 例如說 雷射燒結 它可能就開始會出 原本一台可能要1000萬 那可能現在就變成 一台200萬 300萬 那 所以原本一無錫雷射燒結 這種技術 它可能有大公司或大產業 然後它的門檻就有點下放 下放之後呢 就有更多的產業不同的類別性質 就是可以去嘗試使用這樣的技術 來改進好的製程 然後另外一個很重點應該是 大家比較關注的應該是 煉印的速度 然後跟材料的多樣性發展 那 煉印速度其實就取決於說 就是 我們可以講說 你如果要在商業營運上來講 就是 生產速度是一個絕對的關鍵點 因為你如果生產太慢 你就等於賣的產品就比較少 那你如果速度很快 可以升到很多 那你覺得 商品就可以賣的比較多 所以 煉印速度跟材料的多樣性 其實是一個 決定這個3D電影發展的一個 關鍵這樣子 那 除了是這些以外 那我覺得另外一個就是說 一邊是 募資平台的 跟開運軟體的 的盛行 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關係 那 現在的募資平台其實是非常非常多 然後開運軟體也是非常非常多 那 我認為就是以上種種 就是 設備價錢 往下掉 這些都跟募資平台 是 看開運軟體多多少少有一些關係 那我們講說 就是生產一台3D電影機 其實 它的硬體設備其實不是很難 就是 現在常常 像無人機 還是3D電影機 其實就國中在開課的時候 都可以 教說生產這些東西 那 所以代表這些東西 其實 組裝這些東西 其實不是什麼困難點 那另外一個困難點 其實就是 軟體的部分 因為你沒有軟體 你就沒有辦法去 就是把這個 把這個東西 順利的運作 那 當有開運軟體的話 就是 你就可以讓這個機器 有更多廠商 投入更多的資金 然後去 生產這樣的設備 那 價錢就會 往下掉 那再加上 像Kissart 那些 那些 墓資平台 只要你有這個3D電影機 就可以進行 非常快速的打漫 就是 人人都可以是 設計師的一個時代 只要沒有想法 你就可以畫一個東西 然後 你只要把它丟到 墓資平台 然後它就可以 去馬上做一個販售 所以 墓資平台現在產品 就會非常非常快 然後非常非常多 就不像以前 它可能要設計 一個東西 還需要開門等等 那麼長的步驟 所以其實 墓資平台跟開運軟體 其實佔有很大的一個 就是對於這個發展 是蠻有很重要的地步的樣子 那下面放的這兩個案例 就是剛剛提到垃圾哥和安拉貝爾 其實我大概就花兩個小時 就把東西都做出來 所以 在以往就不可能 有這種事情 所以 我講的就是 只要你有想法 然後你有一台電影機 你馬上就可以做出來 那這個當然就是 跟開運軟體 有關係 然後 才會導致 因為開運軟 然後設備價錢降低 這邊也是 就是 有這些東西 所以大家 低價房是生產這些東西 那這個大概是20 2014-2015 是用3D電影做的麵包 那這個麵包也得到世界冠軍 然後 這是3D電影做的鞋子 那這都當時候 大家都還不是很了解3D電影的時候 就是 我跟我的客戶 或是朋友們 就常用這種方法去做 做設計 就得到一些不錯的成果 了解 所以其實就是透過3D電影 你可以把一些傳統這樣去達到的東西 就是把整個生產 還有設計流程都變得更快 那 阿良剛才有提到說 你之前 FoneLabs的FoneWise 主要是 進 進貨 然後變成水墨上 自己都沒有在做使用 但後來阿良 就是從 一路從Fone2 又用到Fone3 大家可以看到 後面這台就是Fone3 那當時阿良 有什麼 就是跟FoneLabs 有更進一步的接觸 就是去使用到Fone3 還有就是 有沒有用Fone3 或是Fone3 或是Fone3 可以給大家做介紹 就是當初其實 一開始用噴墨技術 其實也是用的 還蠻合心一手 但是它唯一 應該不是唯一 就是它的缺點就是 它耗材費實在是非常貴 然後再來就是 它要換 它等於要換材料 它不像是 料槽式這樣 它是 可能就是 要整個噴頭做清洗 那它那個浪費的材料 就非常非常多 那材料貴 又要浪費 所以就 會產生一個很大的商業考量 所以就想說 那我是不是要試試看 就是 因為客戶的需求 只會越來越多 那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添購 一個 可以另一部一樣材料的東西 的設備來 來就是 輔助公司的發展 所以就決定 那時候就決定 就是 引入 就導入風吐 那使用它 其實還是有一個 蠻大的原因 就是說 因為我們做其實 蠻多都是像 藝術類啊 玩具等等 那 因為這些東西做出來 其實都是準備要開模具的 就是 它可能需要表面要打磨到 非常細緻 可是像如果說 我們做一些頭雕 那它有皮膚的皺摺 然後或者是 紋理 就是臉的皺紋 然後或者是 頭髮的髮絲 那這些其實 說真的 根本就沒辦法摸 因為實在太細了 就沒辦法摸 那 那風吐那時候 就可以做到 開最細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說 印出來就幾乎完全沒有摸 就可以直接當成立 使用 所以當然優先就考量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去 導入這樣的設備 去使用它 然後這些有些 這邊都是 就是直接用風吐和風扇 就是印出來的成品 這樣子 那 剩下 其實還是有蠻多 非常非常多案例 但是因為 我們都做一些 比較 就是比較商業的案子 然後就是 也有授權 那可能就 比較沒辦法 所以就是 可以公開的部分 就是有一些 做的部分 那這些也不全是 全部都列印的 還是有透過一些 其他的方式 例如說 翻模 翻其他材料 或者是真空成型 等等 去完成 這樣子 這就是幫黎明中學做的 校車 對 那就是他們 好像忘記幾十周年吧 這個校車要爆肥 然後他們就希望說 做模型 把它爆出一下 然後 這邊就 這邊也是用風吐印的 這個草小的 這就是 南投的一個廟 一個寺廟 然後就希望 把他們的 就是 寺廟的 地理位置 跟那個 他們的 坐落的地方 然後表現出來 所以整個 就是受到廟的委託 然後想要把它整個 做出來 對啊 然後用銅牌去拍 這蠻大的 大概兩公尺多 好 那 相信 就是 透過阿良的介紹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雷神藝術工作室 有非常多厲害的作品 但是有些可能 就是沒有辦法 在直播上公布 大家可以去雷神藝術工作室 可以挑行更多厲害的作品 那就雷神藝術工作室 今年就是 高雄美術館這邊有委託 他其實長期有委託我們做一些 掌品 那這次他 他是有一個 檔期 就是 教人家 告訴人家說 這些藝術品摔壞了 然後要怎麼做修復 所以就幫他做了一檔 的展覽就是 像這些藝術品 其實都是復刻的 就是 有的是縮小比例 有的是1比1 然後就是 模擬那個東西裂掉的樣子 然後要怎麼把 這些都是可以全部拆開 然後再組裝過去 然後 我們手邊現在 其實 展品不多 所以現在所有的展品 其實都被那個 國立科學 公益博物館 就借去 借去 做一個3D列寧的展覽 他是 介紹說 就是3D列寧的前期 前置的繪圖 然後到後製 就到列寸完 然後到後製 然後到完成 所以那邊 剛好有一個展覽 就是在科工館 然後 再告訴大家 就是 就是 完成這些3D列寧的作品 這樣子 好 那所以 各位 就是鏡頭前的粉絲 如果你們對於 阿良的作品 還有雷神藝術公司的作品 有興趣的話 現在就可以到科工館去做一個參觀 那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現在就開放 一個問題給 看有沒有觀眾 看有沒有觀眾有任何提問 看有沒有觀眾有任何提問 有觀眾問說 雷神或阿良 這個比較得意的作品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要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 得意的作品 其實還是會分 一個時期 一個時期 就是沒有說 沒有說什麼是最滿意的 因為 每隔一個時期 就是技術 可能會再進步一點 那可能 我真的蠻好笑的 就是 我自己最得意 然後花很多時間做的作品 然後 點閱率的次數就不太多 那種隨便做的 然後大家都比較喜歡 然後我想一下 就是以前當然就是做那個 有做那個獨角獸 然後跟做那個豹 那那個 就是大家也是蠻喜歡 然後自己也是蠻喜歡的 那 再來就是 可能有做過一些漫威的 就是漫威的一些展覽 然後真的 有一些是已經到市面上發售的 一些產品 那 就獨角獸 還有就是馬手 跟那個豹爽 他這個設計的理念 大概是 就是為什麼會設計出這樣的合作 嗯 其實那個馬手 是跟一個 比較希望設計的合作人 嗯 然後他是委託我 就是說希望說 他想要做一個 一個藝術品 是可以被觸摸的 就是最觸摸 因為一般的藝術品 都是 都會寫一個情報觸摸 但是他就是希望說 這個東西是可以被摸的 然後 他不會被亡壞 然後 就是 他可以是 保存到永久 然後 然後他髒掉 也不用怕 就拿到水直接從中 他也不會 壞掉 然後 後來是 後來又發展 做那個報紙 希望說 他頭上一個手錶 然後會 機型會動 他就想說 這些藝術品好像都是靜態的 你有沒有很像一個動物會思考的感覺 所以就用這樣的技術去把它融入到融入到裡面 然後後面可能還要再發展一些系列 了解 了解 好 相信大家聽完阿良的介紹 一定都覺得他實在是太厲害了 那就是 鏡頭前的粉絲 想要更了解雷神藝術工作室 或者想要看阿良的聯系的話 要透過什麼樣的管道 應該可以直接到我們的那個聯署的粉絲團 然後我是 我自己的 不要找我了 太忙了 有時候沒辦法回應 就直接到雷神藝術工作室的粉絲團 應該就可以找到 或者是網站上面應該可以聯繫到 了解 就大家直接在Facebook上面搜尋雷神藝術工作室 就可以找到阿良還有雷神藝術工作室 那最後呢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就是阿良的內容 阿良分享的內容實在太精彩了 所以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們可能要做個收尾 那最後呢 這邊也做個活動的推廣 就是我們台灣天馬這邊呢 近期在3月底的時候 會做一個免費的珠寶設計課程 然後大家可以來參加 那還有我們最近的高任性 風樂最新推出的一款數字 就是高任性1500數已經推出了 那要更加了解的話 可以到台灣天馬的Facebook 或是Linead去做更進一步的了解 那最後這一頁呢 就是我們台灣天馬的Facebook 跟Linead的QR Code 當然可以做個掃描 然後可以有什麼問題都可以跟我們做詢問 好那今天呢 就非常感謝阿良 我們三一列男方提的參加我們的直播 謝謝大家 拜拜